要说选美参赛者自然应该是身材样貌气质俱佳的美女 但是近几年的选美赛师选出的冠亚季军 却经常让观众大失所望 不少网友表示选美比赛绝对有黑幕 就为18日第42届洲际小姐中国大赛启动 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新日造型师侯东方表示 虽然不保证别的选美赛事不存在暗商操作的可能 但是本次洲际小姐中国大赛绝对公平公正 迭地确确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大赛 有一些所谓的暗商操作 所以选出来的三甲选手长得像黑三老药一样 会有很多的观众去吐槽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赛我相信是公平公正的 既然我来做评委 我肯定就是尽量的让它去符合大众的神秘眼观 让大家觉得是值得一看的 作为世界选美组织 请下三大选美赛事之一 洲际小姐选美一直与洲际先生 世界顶尖超级模特大赛 一同笑傲选美赛坛 此次42届州级小姐选美比赛 力邀我国顶级化妆造型师 侯东峰担任评委 据悉第42届州级小姐 中国赛区的比赛已经接近尾声 众多嘉丽经过层层选拔后 从各赛场纷纷脱颖而出 将会与其他国家的嘉丽们 一同走上总决赛的舞台 争夺后冠 侯东峰在采访中表示 本次选美绝无内幕 将会是最接近大众审美观的审美比赛 相信有侯东峰的承诺 我们大家可以在周济小姐比赛中 看到真正的美女丰厚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